大马皇室 这个你以为马来人一定都很尊重 凡事都会倒了端库的贵族 但你绝对想不到 居然会有马来人敢公开炮轰大马皇室 而且还被警察抓去喝茶了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世运分子Famirajah最近在脸书上传了一幅 猴子穿黄色宫廷服装的作品 被警方扣留两天之后尽早获释 Famirajah在三天前上传最新画作之后 很快就被扣留 在1948年煽动法令和1998年 通讯籍多媒体法令233 不当使用网络条文下注查 是什么可怕的图片 让我们的警察要饶食动作呢 没有错 他就是Powardocker 飞天扫女警里面的猴子反派 莫啾啾啾啾啦 只不过这一次他身穿了黄色的服装 哎呦 活该被抓啦 有没有问过人家Cartoon Network的版权 你不要以为你在帽子的部分画了两根棕子 就算是原创哦 那法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是因为啊 我们的雪州皇室买下了这一幅画 看到了吗 国会的殿堂两侧 做完了一堆青蛙和人缘 冒发意味十足啊 毕竟青蛙和人缘都会很不开心 自己被当作是政治人物啦 而且书单自己买下来还不够 他还要share在Facebook上面 造稿天下 郑看中了这幅画 就让他买下来挂在郑的寓室房 陪郑写写字看看画吧 郑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话 为什么网民都很high啊 突然惊讶 原来书单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他纷纷留言到了断裤 那时呢 正当大家都这么没有出息的时候呢 法米尔扎就特别勇猛 直接以牙还牙 于是画了刚才的这幅画 对此 本台没有任何意见要发表 或者说你们有意见 你们也不要在下面发表 你们可以去法米那边留言 OK 不要来这边 法米之后呢 还特别发表了另一篇声明 就说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 自己去刷别人 那么我们也应该要接受自己被刷啊 这句话 我们特别熄熄给乱打人的Will Smith 你也是有笑过别人秃头的哦 他有一个规则 他有得把头脚每天早上 这就是Wil 他跟着规则的规则 他跟着规则 这都是个玩意 来吧 之后 当然法米就被抓去警察去审讯啦 说完以后呢 这位马来朋友继续po文 他就表示 自己已经从这个金马酒店退房了 并且啊 这两天也很不错啊 好地点 好氛围 未来还会想要再来 就给四颗星 好地点又好氛围 为什么只有四颗星呢 还有一颗扣在哪里呢 我找一下啊 嗯 应该是在 这里哦 我看到吗老板 没有 叫我偏男粉丝 有叫好偏吗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 难道苏丹和法米有什么过节吗 为什么就是要讽刺他 事实上 法米从来没有针对过个人 他针对的是在座的每一位 他嘲讽过允许非法伐木的彭亨舟皇室 也讽刺过我们的元首后 更笑过部长是猪 我们呢 也跟大家做过影片 和大家介绍过他 是的 就是那些我们自己不敢鸟的人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说 哦 你看他去鸟过了 这样呢 就是他坐牢 不是我们 在法米有帖子里 我们不难发现啊 他一直都在强调一个概念 叫做Satire 什么是Satire呢 就是用幽默的元素 来讽刺一切不正确的事情 没有错 这也是我们频道 一直都要秉持的精神 所以如果大家也和我们一样 都支持这样的精神的话 请大家购买我们的脱口秀门票 Satire on everything Sorry family 用你来打广告 我老板逼的OK 抱歉抱歉 但你也不会听中文 丽娜哈伦 这个妇女部的部长 继高跟鞋正在水洗避腹粪以后 她的新秀又被网民们炮轰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报道 丽娜哈伦去年7月 探访贝拉的这一段画面 被网民翻出 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 网民认为部长为了作秀 罔顾唐氏儿童的情绪 还带来记者和摄影 让孩子饱受惊吓 是啦 拜访唐氏儿还要带记者去拍 你真的很糟糕 你要作秀 你都没有学到大马YouTuber的精髓 中山师要拍vlog吗 怎么年代来还要拍照 或者实在不行 你就拍成节目也可以啊 啊当然了 网民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被访问的主角 是一名身患唐氏综合症的女童贝拉 贝拉在去年被爆出 惨造福利中心 Ruma Bonda虐待 被发现的时候 贝拉整身都是伤 旧的伤口 铁加性的伤口 烫伤捆绑绑等等等等 职工呢还要卧底进去发现 他吃的饭真的是很恶心啊 掺杂的醋啊 酱啊 盐啊 酱油啊 辣椒干啊 甚至是腐烂的炸鸡等等等等米饭 甚至里面还有1280条的小辣椒 哇 1280条 这个职工真的是很得空啊 居然去算好多少条小辣椒 事件发生以后呢 福利局也揭露调查 当时虐待贝拉的 谢迪拜农就变声 其实是因为贝拉很固执 不听话 还会经常打扰其他的兄弟姐妹 他还一概的否认 他身上的伤口是自己造成的 还说都是贝拉自己弄的 哇 这个借口 我建议审可庭的律师 可以学一学啊 什么叫八死八伤 都是那些人自己造成的 无论如何 谢迪拜农随后也被取消了 他其他6名孩子的监护权 目前案件呢 还在审讯当中 但是谢迪拜农自己呢 已经重轻礼聘了10人的律师团 为自己去辩护 而且啊 这些律师居然还在法院外面和他合影啊 他很开心的那边毕业 哎 马上就有来第二波的愤怒 大家都觉得 居然要用10个律师 来对付一个唐氏额 这是很过分啊 哎 等一下 为什么对付唐氏额不可以用10个律师 到底是谁在看不起唐氏额 这件事情呢 最后也惊动了如佛的王储 如佛的王储妃也说明 他们将会委任律师团介入 旁听贝拉的受虐案 力挺贝拉 这个时候呢 网民就发现 哎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负责孩童事务部的部长吗 他在哪里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尼拉哈伦早前作秀拜访贝拉的画面 才又又再次的被曝光出来 事实上 副理部目前做的 真的还不够 比如 副职监督志工的社会工作专业法案 一直都没有下文 这就导致啊 我们的社工数字 其实是参差不齐的 但如果有了社会工作专业法案以后啊 每一个社工就都需要经过社工专业理事会的登记 还要每年都去更新自己的职业证 并且进行考核 这样我们的孩童 老人 女人 社会里这些弱势的群体 才不会被人欺负 如果你要欺负的话 你就只能欺负强势的 也就是男人哦 喂 喂 你几点要下来哦 吹什么吹 我讲十分钟就是十分钟 你不要你半个小时打电话再吹我一次好吗 OK 挂了